勞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政府向基层新冠肺炎确诊者发放五千元津贴 暂时收到两宗申请 其中一宗获批 这个不是纯属确诊的五千元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这个就是因为确诊要住医院 首庭就口庭 它就会少收入 而面对一些经济的困难 是一些比如自由工作者 可能是一些自顾人士 或者是一些我们叫做 它本身不符合这个418条 雇佣条例所保障 而不获得法定的病假 举个例子它是做建筑工人 或者是这些三行 当它都是叫做打散工的话 因为这个在地盘爆发 我相信可能有部分会受影响 可能会有机会会申请的